来 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目前S1的路头啊 这路头我们今天中午观战过一把 他在祭司的一个洞口放了一个夹 昨时让我们理解了每一个路头他都很黑心 阵容的话又遇到了凯哥 玩具牛仔教授加大副 这个阵容打路头 上线蛮高的 上线蛮高的 但怎么说呢 总感觉这个阵容来打架 其实打不到太多东西 一个夹子上来的话抓凯哥吗 抓牛仔 牛仔这边小皮边直接勾 加速往边沿走了 知道听到他应该听到这个放夹子声音了 知道这个小房此地不宜久留 板子拍 路头 这边 这一钩有点意思啊 这一钩是路头预判了你的钩 然后根据你钩的方向我来钩你 漂亮 前面的话应该去捡个壳还是直接进鸟笼 直接进鸟笼的话容易被这个钩子压住 壳好像也捡不到 那这边牛仔 得看飞轮了 勾 再勾回去 又有飞轮 你勾我也勾 凯哥一事一鸣毁欲弹 这一把属于是妥妥的被国服第一 路头压得死死的 这局打完 这波打完基本上我觉得穷者不具备真胜能力了 因为他们没有人能保护这个牛仔 勾到了 这一波勾到的话 第一呢就是打出了伤害 第二呢还逼你救人 交闪线过来 牛仔 小皮片 飞轮CD还没有交的 这边还有个飞轮 这波打完 教授倒确实可以再来救一波 因为牛仔现在手里面 他的勾好极限啊 又给挂到踢墙 那教授也白来了吧 再来不太合适啊 大副这边的机子其实 可以过来用那个夹子把这个机子一封 我觉得路头这把大概率拿下了 夹子把这边机子一封 玩具商似乎有点想法 还想来救一波人 果然三甲把这个机子疯了 玩具商似乎有点救人 很怕待会儿一勾勾回去 人没救下来 这边伤害迟到了 板车一踹 哎呀 拿捏得死死的呀 凯哥 哎 这什么 那啥东西啊 这是我认识的路头啊 你不能挂地下室吧 三具钱 这天赋 兄弟们三点拘禁狂 外加三具钱 玩的就是一手 想挂哪挂哪 自带瞄准 自描勾 恐怖如斯 呃 密码机的话 现在差一台整机 然后又是路头的地下室 怎么打呢 不知道 机子不够 人就不下来 好像双重否定啊 玩具上来了 玩具上来了 这边路头 来 你要飞这个窗的 我知道你要飞这个窗的 来 打一刀 还是落地的 片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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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路头打完 我相信直播间有好多兄弟按捺不住心中的那种去心中的那种要去打了吧 有多少观众现在想去试一把路头的 再给你们看一眼天赋啊 截个图 赶紧的 点个赞 对吧 看完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这里跑过去救人 看见了吗 抽 砸头 应该是击倒这个玩具上直接挂了 因为他的地窖是封了夹子的 不过 不过教授有飞轮啊 这个好像不太好挂 挂了的话应该是跳地窖的 你敢挂我就敢走 谁怕谁啊 我这 我满血泥勾勾我没伤害 人家打我两刀 我都不知道这 对不对 怎么才能够跑不掉这个地窖 飞轮 磕都交了 阿飞轮 哎 好 我 我 我 Sean 谢谢大家